為什麼我會被炒魷魚 其實這一年來學了很多 哈囉大家好我是雙兄弟我是維蕾 我是九成 歡迎來到紅兄弟開箱頻道 今天要跟大家講一件事情 總覺得好像是一個感傷的時刻呢 康康的合約呢已經滿了一年了 是 從去年八月到 八九月到現在嘛 不知不覺一年了 時間過得好快 當初呢我們是講說 一年之內有自己找到自己的目標 或自己的規劃呢 那一年後呢 就是可以往自己的人生方向去發展 我們也是很開心就是 剛剛也有找到自己的人生方向了 我們老實說應該要上一個光的旅鏡 欸 上宣傳自己的情欄 沒有啦不行不行 今天這個時刻 欸怎麼辦 喔 身體熱熱的 水有天氣 喔 老闆有什麼話想要講 嗯 這兩三年來 就是小幫手就是來來去去的 一開始或許會不習慣 但是我還爆哭 對但是我們知道說 因為其實每個人 所選想要選的方向 或想要走的地方 一定都會隨著年紀 或者當下的想法 有所不同 後來我們就是抱著一個祝福的心態 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在自己 所找到的方向發光發樂 我覺得很慶幸很高興就是說 像我們上次返校日 幾乎每個小幫手都會來的 喔 對耶 其實突然看到大家也真的真的開心 因為有幾個人 我不知道他們會來 我們也有給大家 大大的擁抱 嗯 這就是我們一直在強調 我們團隊們的 宗旨 就是做一個有溫度的人 大家歡迎我們今天的主角了嗎 歡迎康康 康你要坐中間啊 走走走平常會走的路 就會亂走 造的路線 什麼 什麼意思 然後再翻過來之類的 換我們來訪問你了 最難過的時刻 就是現在 現在要拍片跟大家解釋說 為什麼離開 為什麼會被炒魷魚 不是 為什麼 為什麼離開團隊 這個moment有點 其實最難過 因為其實平常在拍片 並不會有難過的情緒出現啊 拍攝當中是最開心的 最難過就是 剛吃完午餐 一連拍三到五個那種 拆箱企劃的時候 對 我就一直 就是我就一直 很不想拍這本片 就覺得 你是要哭了嗎 有一點點 所以我們還是一定會常見面 因為我們每個禮拜六日 我們都會聚在一起 預計大家坐在附近啦 今天才剛過剛剛的生日嘛 對啊 也是很感動很感謝 同時也很開心就是 因為他要開設自己 然後他就是 長大 就是找到比較 可能自己的方向比較清楚 我覺得本來就是 會一直不斷的 摸...摸索嘛 對啊 能找到自己的方向 其實真的是 很棒 這一年來說 很多名人都講過 如果你今天想要變得很優秀 你就要先去跟優秀的人 去學習他的優缺點 去把它轉變成你自己的東西 那其實這一年來說 一年前我完全沒有接觸過YT這個行業 當時的想法 跟我現在一年之後的想法差很多 當時有些想法是 可能以觀眾的角度去思考事情 然後有些事情比較有致一點 或者是沒有那麼周到 但是我進來之後 發現他們對於比如說 有些話不能講 有些事情不能做 對於形象的維護啊 因為我們是有影響力的人嘛 所以對觀眾的影響很重要 可能跟廠商的應對進退 拍片小本這些東西 其實這一年來學了很多 不會是大家看到的那麼簡單 我覺得個人個人 妹妹咖咖一定都很多啦 就是 開箱頻道來到這個規模 或是說 你也看得到我們其他頻道 黃之主頻道的一些規模 有什麼樣的想法嗎 其實好像其實 光復著一個開箱就已經 可能可以耗盡心思 因為真的是蠻辛苦 怎麼那麼不容易 你要一直去找新奇的東西 必要在時間上抓緊 不然一不小心 你很多排程就會亂掉 一些新品它有時效性 然後有壞掉的可能 評測就會有問題 就無法給觀眾呈現出 最真實的那個食物的味道 他們都會事先先就是 要卡一天我們的行程 然後呢 這些東西它的材料 要拍什麼啊 題材啊 資訊啊 它都要備好 那看看之後要有自己的個人頻道了 對 會想要朝哪一類的方向發展 嗯 之後我會開自己的個人頻道 頻道的內容 我會先以 我自己想要拍的東西 因為這年來有些東西我想拍 但是可能礙於 現實面礙於時間成本來說 沒辦法拍到 然後我會想要來 自己拍 我這年其實很想拍的一些東西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過了幾支影片 再看看大家的反應怎麼樣 再決定之後 會朝哪一個方向去前進 或許現在想過 但是變化得很快嘛 對 總是要就是 順應的那個變化 所以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然後在我的頻道也會上一支 關於 為什麼離開啊 還有一些行動歷程 做一些更詳細 從我的角度去解讀的事情 因為其實我下禮拜 一二三還是要上班 那 兩個老闆在旁邊 我還是不能亂講話 你要亂講什麼話 沒有沒有 大家也不要擔心 譬如說開張頻道 我們還是可以 Please 康康 我們只是單純的 康康只是覺得說 他現在學了一些經驗 想要創作自己的東西 我們討論出來的結果就是 對大家都是有利的 對大家都是好的 是一個雙贏的結果 所以大家也會擔心 那大家之後 如果追蹤我們的Instagram的話 也會看到 其實我們還是 可能每個禮拜會聚一次啊 對 我們有時候有偷偷聚 也不敢發 對 其實我們蠻常偷偷聚的 因為書也太瘋了 今天一到五要上班 然後六日還要來 我要公眾室聚 等於是我根本就住在這裡了 公眾室裡面有我的 牙刷牙膏 對 有我的毛巾 還有我的餐具啊 我都有發現都在廁所 全部都有 不然還繼續流渣 反正就是很近嘛 如果書也有發瘋 我就可以照顧他 最後不如我們來 你就對哲哲或是我 就是我們又身兼你的 同事 又身兼你的老闆 又身兼你的朋友 又是一個多重關係 對 講一句話 首先就是 這一年來是真的學到很多 其實講一個認真的 如果你在 黃昇聚力的團隊 待過一週 你就可以自己出來做YT 因為 這麼會傳授 因為學到的東西真的很多 那我負責比較多面向 所以你負責開箱頻道 很多事務的同籌 我覺得 對 現在開箱頻道 有一個剪輯室上面在剪的 對 那目前來說 除了剪輯之外 都是我會去做一個 規劃跟同籌 真的是學到蠻多這一年 能夠遇見 佐德維維其實是很幸運的事情 也很高興 有這個機會可以在 黃氏的團隊 跟大家共識一年 那大家感情都很好 然後也希望 其實我很希望就是 其實你們大家知道 佐德維維其實很幼稚 就是他們內心有一個方面是小朋友 所以他們有時候會有一些小朋友的打鬧吵架 可以解釋一下 我們不會跟員工吵架 對 我們不可能 但是太親的人的時候說 你知道那句話就修飾了不是這麼好聽 對希望你們呢可以維持 不要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吵架 你們都不吵大事喔 相愛相殺嘛 小小闖鬧就是 不過我覺得蠻重要的是 不管是有什麼摩擦 最重要的是日後的修補 還是更加的強壯 然後或者是繼續去改進 那也是希望你們兩個不要再工作成這樣 時間跟你們的精力還是要顧一下 好好休息 你們要不要看一下你們的那個形勢力 那個是秀出來給任何人看都會驚訝的 你們休息的時間在哪裡呢 知道康要離開到現在已經至少半個月到一個月左右了吧 大家就是也放心 就是除了康的個人頻道之外 所以黃氏聖烈開張頻道 我們還是會有自己的一個步調跟更新頻率 然後也會希望就是帶給他就不一樣的 其實也不會到不一樣我覺得 就還是我們兩個 或是黃氏聖烈的團隊的小幫手 對啊全年的新民還在冰箱裡面 你們要自己拍喔 什麼意思你給我拍掉 呵呵呵 走得我以為其實以一個老闆來說 我覺得對於員工是非常好的 平常我以為就會隨時都會買一些甜點 或好吃的東西回來 走得也會 他們在我旁邊的時候我才會剪輯比較瘦 對很胖 因為像哲哲買東西回來買個馬卡龍 就會多買一箱給大家一起吃 一些廠商會寄公關品來 我們也可以大家可以隨便吃 而且我們有零食櫃 對我們是真的很好 然後我們還有Happy Hour 抽一些獎品 這個要感謝 Yeah 感謝遇到好老闆 好啦我覺得 以上我們在那裡也是分享蠻多的 但是大家不用擔心 就是我們今後呢 我們除了在自己人生道路上發展之外 我就相信我們的感情是不會有折扣的 大家就是可以雙方的頻道都去支持 然後看你們想要看的東西 挑選影片去觀看 本來就是觀眾們的權利 而且也是蠻注重誤導 所以兩邊都看都是能幫助到的 有點想念康康了 那我這時候就會從隔壁把它拖過來 然後來拍一播影片 好的 那我們影片下方的說明欄也會有康康頻道的連結啦 然後我們就在這邊一起留言 祝福康康 所有人頻道開設順利 再請大家多多支持 那我們最後呢 就來個擁抱 唉唷 對把妝都沾在你身上 很溫暖嗎 有溫度的擁抱 那我們就要來做一個最後的經典結尾囉 歡迎看到沒有 記得 訂閱 我雖然坐邊了 訂閱 分享 還有開啟鈴鐺喔 也可以做我們的Facebook和Ig Facebook和Ig 有種齁 恆領 哼哼 下次見 下次沒有見 掰掰 我最怕中 中死科了 其實我是一個 不吃甜食的人 不是說自己討厭吃 是有時候沒有特別喜歡 來我們現在開上次玉泥蛋糕 我就先傻一把眼